天啊 连宾士车都出现品质的瑕疵吗 向来被视为是顶级义车款的宾士就宣布 将要免费召回在美国的八万五千多辆宾士车 原因是这车子恐怕有漏油的问题 会有漏油 还有你的方向盘会有异音的状况 所以可不可以先注意 那目前呢 我们台湾并没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美国召回了宾士车要做彻底的检修 至于台湾宾士则表示 针对问题车款 台湾也要召回1900多辆车子做检修 目前是以E-Class跟C系列的车种为主 问题车款的转向系统可能是因为动力由外漏而失灵了